内饰玩到 半年尽如与神相交的美好安息 超越律法的义 弟兄姊妹平安 我是你们的子归姊妹 今天我们来读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 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断不能进天国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领受神的教导 耶稣在这段经文中 向我们揭示了超越传统律法的义 不仅仅是遵守规条 更是追求内心深处对神的敬畏和对人的爱 成为神国度中真正的义人 今天的学习很特别 请一定要听完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句经文直接挑战了我们对异的传统理解 文士和法利赛人 外表上看似非常虔诚 严格遵守律法 在公众场合展示了精通律法的每一个细节 以显示他们的虔诚 然而他们的内心充满了自义 耶稣责备他们是指洗尽背盘的外面 里面却藏满了污秽和不义 耶稣指出 真正的义是内心的公义 是超越外在行为的不杀人 不奸淫 不撒谎 内心深处对神的敬畏 对他人真实的爱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要时常反思自己的内心 这里的内心是指我们的所思所想 我们行事为人的动机 是别人看不到的一面 我们自己的意 不仅是表面的遵守 更要在每一个选择和决定中 寻求神的心意 而不是单凭自己的想法 或世俗的标准来行事 比如除了不恨人 还要主动去爱那些 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 除了不撒谎 我们还要努力做到诚实守信 总之 我们从心出发 谦卑地依靠主 荣耀归给阿帕天父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借着耶稣的教导 让我明白了真正的意 是在耶稣基督里 内心不断地被圣灵更新而改变 求你帮助我在生活中 单单追求你的意 走在你为我预备的正道上 主啊 求你洁净我的心 在每一个决定中 寻求你的旨意 而不是依靠自己有限的眼见 和对意的判断 求圣灵引导帮助 使我的生命 在你的眼中被看为意 求你自我力量 面对挑战和试探时 能够坚守你的意 活出你所喜悦的生命 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祷告 阿们 阿们 你是世界的光 把我的眼眨亮 从此不再迷茫 脱离黑暗忧伤 因我的朝生明光 一切不再一样 人生有了方向 迎来新的梦想 让我们的光 让我们的光 在人间绽放 是黑暗深处 变得更定亮 让我们的光 在爱中 在爱中 穿阳 十万名 感见 在爱中 和照生明光 你是世界的光 把我的眼照亮 从此不再迷茫 脱离黑暗忧伤 因我的照生命光 一切不再一样 人生有了方向 赢了新的梦想 让我们的光 在人间绽放 是黑暗深处 变得更明亮 让我们的光 在爱中传扬 是万民看见 可照生命光 让我们的光 在人间绽放 是黑暗深处 变得更明亮 让我们的光 在爱中传扬 是万民看见 可照生命光 可照生命光 祷告 祷告是与神的对话 是内心的渴望 软弱的交托 信心的行动 加入我们 一起学习祷告吧 让我们的光